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了一节书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有时候阻挡爱情的不是金钱地位的差距 而是世俗的目光的故事,恐怖吞噬灵魂 事情是这样的,艾米是一个60岁的独身女人 在公司做着保洁员的工作,挣着一点点微薄的薪水 虽然她有三个孩子,但是孩子都长大了 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各种原因,不在她的身边 她一个人孤单的住在旧公寓里 这里的邻居也不是很好相处 只要有一点事情,左来右手都会知道 总而言之,艾米在这里生活的一点也不开心 那个时候她德国人过得都不好 不仅排斥外国人,而且自己本国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在这里有一些阿拉伯人的酒吧 阿拉伯人都聚集在这里 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可以聊聊天,欢迎故乡 游天笑一下的很大,艾米没有带伞 只好走进了这个阿拉伯人的酒吧 所有人都像看叶了一样的看着艾米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阿拉伯人开玩笑 让他们同伴阿里去约艾米跳一支舞 阿里很热情就邀请了艾米 阿里是一个修车厂的工人 四十岁正当壮年 他可是这里的红人 连酒吧的老板娘都暗恋他 一结过后,两个人越谈越发现 相见恨晚 阿里主动送艾米回家 艾米也欣然接受了 雨越想越大,阿里也回不去了 艾米为了感谢阿里就让他在自己家里过夜 两个人一直聊天 从人生理想聊到对生死的看法 以及很多的方面 两个人的想法是那样的一致 两个人的心越靠越近 慢慢的就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体 晚上两个人情不自禁的为爱故障 早上醒过来 艾米看着旁边的阿里 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 因为那时邻居看到了阿里 他们都很排斥外国人 所以对于艾米经常和一个阿拉伯男人 来往的行为都是十分不理解的 邻居纷纷上门 劝说艾米不要再和阿里来往 艾米心里知道自己和阿里是真心相爱的 他不惧怕世俗的目光 艾米把自己和阿里的事情告诉了女儿 但是女儿和女婿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多时的邻居为了警告艾米居然和房东说 艾米私自把房子租给了阿里 听闻这个消息 房东也过来看了一下 艾米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和阿里的关系 他告诉房东 两个人已经订婚了 看到艾米这样的勇敢 阿里很佩服他的勇气 他也承认了这本婚事 两个人终于迈进了火焰的殿堂 真正困难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艾米的邻居朋友排斥他们 孩子们也不接受他们的感情 而在一起之下甚至打碎了妈妈的电视机 楼下小卖铺的老板也不卖东西给阿里 因为他不是一个德国男人 却娶了一个德国女人 就连两个人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为了避开风浪 两人出去躲了一段时间 可是内心的恐惧依旧没有消失 即使是在外面 两个人也时常害怕 不想等两个人回家以后之前的烦恼 居然没有了 楼下商店的老板以为生意低迷 也不再拒绝他们 还十分热情的和他们交流 邻居们也开始接受他们 艾米的工作伙伴也重新对他热情 儿女们也改变了态度 大儿子因为工作很忙 需要母亲帮忙带孩子 就和母亲道歉了 看上去一切都在变好 但是这种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关系 不知道还能够维持多久 阿里越来越崩溃 因为她感受到了艾米的所有朋友 对她的讥讽和嘲笑 她想要吃家乡的食物 但是艾米只做德国的食物 找不到归属感的阿里 去了酒吧老板娘的家里 已住就是好几天 艾米急着到处找她 她工作的修车行的朋友 也嘲笑艾米是个老奶奶 艾米去了那个酒吧 她看到了阿里 两个人跳了一个舞之后 重归于好 阿里突然倒地 因为压力太大 阿里的我也成空了 说在阿里的病床前 艾米相信 等她好起来 两个人就能够重归于好 恐惧可以吞噬灵魂 也可以吞噬我们的爱情 别为恐惧 就去放弃爱的权利 守得云开 终能见月明 Terima kasih